驻法兰克福办事处也为了庆祝新总统副总统的上任 举办庆贺茶会 邀请来自当地政商桥界以及各国使领馆代表 齐聚办事处共和台湾的民主成就 那么现场并转播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感言 让台德与会贵宾更了解未来新政府的施政方向 520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当天 驻法兰克福办事处也同步在馆内举办庆贺茶会 邀请来自法兰克福政 法 商 桥界 以及各国使领馆友人共襄盛举 为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蔡英文 及副总统陈建仁献上祝福 并庆贺台湾达成的民主成就 现场转播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 让与会的中外贵宾对新政府未来执政方向有具体了解 驻法兰克福办事处长黄瑞坤也在致辞中提到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首次由女性担任总统 德文媒体称她为华文地区最有权势的女性 这是台湾成熟民主文化的象征 也让国际社会更关切台湾的政治发展 黄处长并强调蔡总统上任后 将着重推动与各国的经济交流 而德国是台湾在欧盟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和合作伙伴 未来两国将在工业4.0、环保科技、再生能源等领域强化合作 我非常感兴趣今天在台湾的总统参加台湾的总统参加台湾 我们的政府接受深的关系 我们一起工作很深的关系 因为台湾和英国有高的政治法律 我非常感兴趣 那是台湾现在一个政策的政策 那是台湾的总统参加台湾 那是台湾的总统参加台湾 就职茶会的布置充满巧思 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灯饰下 每张圆桌上的总统参加台湾 都摆放着有关中华民国历届总统的简介 驻法兰克福办事处也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台式点心 与珍珠奶茶 让前来祝贺的贵宾与思乡的侨胞 细细品味台湾的好滋味 台湾宏观电视张勋然 德国法兰克福采访报导